接下來這個單元我們討論 Pause Amplitude Moduration 那這個最主要是接續前一節的 用Pause Trend Carrier的方式 來做AM的方式之下 我們希望再進一步的修正一些 可能會影響的一些問題 在利用Pause Trend Carrier的時候 我們會把一個連續時間的訊號 然後用這個 Pause Trend的方式把它揭取出來 揭取出來的結果 就是變成下面這個形式的結果 但是在實際的傳輸過程中 有時候我們會考慮 那我們真的要傳出上面 這些實際的數值嗎 還是說我只要傳送一個定值 那所以傳送的結果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我真正的每一個Pause的高度 是維持在當初所取到的第一個瞬間的值 那感覺上就有點像是 我們在做取樣的時候所得到的結果 那一樣這邊很重要就是所謂的 間隔這個是週期 然後持續的時間 這叫Delta 那這樣我們所獲得的結果 如果有幾個訊號的話 那第一個訊號就是這個形式 第一個訊號這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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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個訊號 再來是第二個訊號 第二個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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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最後一個第三個訊號 第三個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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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間上的大小關係可以擺放多個不同的訊號的結果 當Y收到訊號之後收到第一個X1的訊號 再來X2的訊號 以及最後X3的訊號 那他們分別所在的區間就是 0 3T1 6T1 就是3的倍數 然後再來T1 T1加3T1... 以及最後一個 2T1加3T1... 這種不同的時間上的數字 那這是理想上的做法 我們如果傳輸這麼漂亮的Pulse的時候 在電路上的傳輸上會有電壓慢慢上升然後慢慢下降 再慢慢上升再慢慢下降 那這可能會造成一些干擾或影響 所以在理想上我們要傳輸這個藍色紅色跟綠色這三個 方波的形式 可是真正的訊號就會變成像藍色 這樣上來然後慢慢慢慢再下降 然後再 改變 那第二個紅色的部分也是慢慢慢慢上升然後下降 然後上下來會震動 那第三個訊號也是 上升然後慢慢下降 這樣我們可以發現在不同的訊號之間 會有所謂的干擾叫做所謂的 Interference 那特別是像這裡這裡這裡 等等之類的 那特別重要的是 在 所謂的 每一個 該有的數值 這個位置 他會受到別人的影響 好那下面這張圖就是思議如果1是這樣子 然後2是這樣子 然後13是這樣子 則以2的角度來看 那這邊 我們看到2紅色這個數值 會受到藍色或是綠色的影響 那就沒辦法真實的反映出紅色本來應該有的數 那這種就是所謂的 受到左右 或不同的表示的訊號之間的 Interference 的影響 那為了避免這個 我們希望找到一個訊號是有 比較特殊的是左右 之間不會互相受到影響 那這個我們之前好像有提過 那就是所謂的Sync function 就下面這張圖來顯示Sync function 第1個 像這樣的一個波動 好那第2個 這樣的波動 第3個 是這樣的 波動 好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以第2個紅色的為例的話 在這個位置 他其他兩個左右 的訊號 所造成的影響 是0 也就是說 主要的訊號到 紅色這個訊號的位置的時候 剛好是0的時候 那這樣一個訊號的特性 我們一個名字叫做 Zero Crosine 也就是說 某些訊號 我們拿他來當作 編碼的方式的 形式的時候 他跟左右相鄰的訊號之間的干擾是0 那就是非常好的情況 所以在這種 Post Amplity Modulation的這種 編碼或傳輸的媒介的形式的時候 我們就要採取這樣的一個訊號的方式 來避免 左右之間 所造成的干擾 那有哪些訊號有這樣的特性呢 避免這種左右相鄰所造成的干擾 那第1個就是這個 這是什麼呢 這是我們之前討論過的Sync function的一個形式 那也就是說他在 加減T1 加減2倍T1 加減3倍T1 都等於0 那也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這個概念 0-closing at T1的整數倍的地方都是0 這個訊號在T1T1 就是像這樣的一個形式 然後他在 1倍2倍3倍4倍 -1倍-2倍-3倍-4倍 這個時間上 他的數值都是0 那就可以避免左右相鄰的兩個 不同訊號之間的干擾 那這個訊號在Frequency Domain 就是所謂的IdealOpass Filter 那他的costal friction就是 Pi除以T1 除了這樣的一個訊號的形式之外 那有沒有其他的訊號也有類似的東西呢 像 右下角所列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坡形 那這個坡形有點像我們之前有討論過的 0Order 1stOrder 這個 filter上面的形式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當初我們做所謂的0Order或是1stOrder holding的時候 那他獲得的結果也是不會受到左右的干擾的影響 所以只要符合這樣的一個坡形的形式 這個Title domain的訊號 的左右相鄰的 表示的形式就不會有互相干擾 接著我們討論一下 這些在Title domain有0Crosing的訊號 他的一般的通識是什麼 那首先我們先定義一個叫P1的一個訊號 那他在frequency domain他是Asymmetry around的 Cut of Frequency就是那個Pi除以T1 那我們可以寫出下面這個式子 那最主要是 負負 這是一個Asymmetry的一個狀態 那右手邊有一個示意圖 像 然後畫出來的圖形是像這樣子 好這是對於正的Pi除以T1 有G對稱的形式 另外這個是對負的Pi除以T1有G對稱的一個形式 這是其中一種P1的形式 然後接著在Cut of Frequency之間的頻率 如果是等於這個P1 加1 然後在一倍的 Pi除以T1到兩倍的Pi除以T1之間 他是等於原來的這個P1 其他的地方都是0 右手邊就是剛才畫的這個示意圖 所以在 一倍的Pi除以T1中間的頻率 那就是這一段 所以畫出來就是 加1之後變成在這裡 然後在一倍到兩倍中間 保留原來的訊號的大小 那其他的地方都是0 其他的地方都是0 這種P他在Title面就有所謂的 ZeroCrossing的效果 所以如果我們要用所謂的 Pulse Amplitude Moduration去設計的話 那我們要選取的這個Pulse的形式 他的Frequency Domain就要符合 這個式子所告訴我們的一個限制的條件 那就可以達到所謂的避免 左右相0的兩個訊號互相干擾的一個情況 有關這類的特性上所詳細的推導過程 大家可以參考課本後面8.42的這個問題所進行的描述跟分析 接著我們用這一頁整理一下到目前為止我們介紹過的 Moduration、Modipleasing 以及Demoduration跟Demodipleasing 這整個的概念 首先我們把三個訊號 分別用Moduration的機制拉到三個不同的頻率附近 然後再把它加在一起 做Modipleasing的機制 放在同一個訊號 之後把它傳吸出去 等收到這個訊號之後 再用不同的 載波頻率的BandPassFilter 把三個訊號完全抓出來 那抓出來之後再經過所謂的Demoduration 把它在高頻的地方再拉回低頻 那這時候還會產生一個另外一個較高頻的 複製的訊號的形式 然後我們再經過低通濾波器 會還原成原來的訊號 整體的機制就是每一個層上不同的cos 然後再把它加在一起 然後之後傳遞出去 等收到之後 選取不同的BandPassFilter 去擷取不同 載波頻率上面的訊號 然後再做一次 層上cos 就是做所謂的Demoduration 再經過低通濾波器之後 就會得到原來的訊號 那這中間就經過的所謂的 Moduration Multipleasing Demultipleasing Demodulation 這四個不同的 工作 那另外我們也討論到用所謂的Pulse Amplitude的方式來做處理 每一個訊號我用Pulse的方式 去把這些訊號代表性的數值把它取出來 然後把這幾個訊號同時放在一個時間軸上 然後再把它傳遞出去 那使用的方式大概就是一個像轉盤的方式 由各個不同的訊號 然後每個訊號有一定的時間 跟一定的周期在取同一個訊號的機制 那所以上面這個形式是在頻率上面做切割 這個我們就是所謂的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下面這個是在Title面做 時間軸的切割 然後傳送不同的訊號 這就是所謂Title Division Multiplexing的基本的做法